我还可以 那今天又来进行这个街头挑战了 我来到我家附近的这个篮球场旁边 准备逮一个路人帮他买单 那我们去看一看吧 我看那边打完篮球这个小哥还挺帅的 你好 我可以邀请您参加个挑战吗 什么挑战 你不管去干嘛 然后我来买单 但是你要让我跟着拍摄 真的假的 反正也不会多贵嘛 我去的地方都挺贵的 行吧 反正我有钱 行吧 怎么称呼 学生 今年是20 大几 大二 篮球专业 什么学校 北京体育大学 咱今天你准备待会儿去干嘛 我准备一会儿去玩一下卡经车 室内的那种 那行吧 那我们待会儿去找一个卡经车馆 不是你长得太咸小了 你就像初中生一样 真的吗 他们说你像什么明星呢 有 什么快说出来 让网友骂一下 杨阳 有书有问 还有一个叫什么 许光汉 哦是有一点 所以你从小应该追女生没有难度吧 很少追女生 现在我们已经到卡经车展了 开刷人的吧 我带你飞 你带我飞 我给你买单 我给你买单 那我们去选个衣服 行 没问题 你这三十服还挺大的其实 挺好挺帅的 因为只有一身一米八五左右的衣服了 所以我让给他 所以我才看起来像贴贴毛毛一样 所以我现在就没有办法挤鞋带了 然后够不到 这样子也看不出来帅不帅啊 必须帅啊 哇哦 这裤子已经疯了 你先放一点 进吗 不急才能再让我进去 你慢点啊 哥哥 怎么动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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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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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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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爽是吧 你是爽啊 我 现在跟小盛来这个赛车场旁边的餐厅吃点东西 待会准备干嘛 待会设计吧 最 啊 啊 哈哈哈 点完了一共227 行我给你报 OK 你有参加过什么节目吗 哦 今年不往会闭幕式 那其实很厉害了 你现在多少斤 现在80公斤 从现在开始我都叫你哥哥好吧 对对对对 和你肩脂握吗 肩脂握 篮球教练 不听话你怎么睡啊 老师 我今天不想动 我去多射死了 你今天来吧练就不好练 练不了 那你妈你直接走 明天直接来 真的挺高的 你小时候被请过家长吗 请过 不许多业啊 初中高中都因为谈恋爱被请过 谈恋爱的时候碰见校长了 一块走的时候 我每次被抓都是引进中考会 每次 初中是被保安抓 保安打小报告 保安会不会太无聊啊 可无论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射箭拔场了 准备给大家做一个比拼 刚才有特意打印了一个拔指 这拔指比我们现场的那个还要小 好 我们今天来比赛一下 看我们谁能射的比较准 叔叔把对方举起来 用这三个指头 对 别的不要动 我跟你说完蛋 你要谁就完蛋了 哇 你看今天 要打人的话 不要抖 手不要抖 我也控制不了啊 还行啊 我就是没考 我考媒体 我就上媒体了 回家开始 看 我有点紧张 这比我中考还紧张 完了 完了 我们俩基本上奥运是没希望的 抱歉你 你看 没扎上去 没扎上去 你是北体的 我不是 我是一个三十岁的人 上车了 没上 没上吗 公主的问题 公没问题 这是我二十岁的人 我也二十岁的人 我是你 你看一下我这个靶 我再射一键好了 我射不到就算了小胜赢了 射进我心 来吧 小胜小胜一下了 双关 我们今天这个街头挑战就结束了 算是你赢了 那我做一下惩罚 这我把你举起来 你多少斤 我170 你刚才 是160吗 现在80公斤 有人抱过你吗 没有 一般都是我抱的 公主抱 我怎么这么高兴 不是 我怎么抱呀 我不是很擅长的 你看下镜头好吗 你看下镜头 我还可以 没有撤退可言 3 4 好了好了 放放 我还好 我还好吗 感谢观看